好,來,老師,您畫面我切過來一下囉 OK齁,那剛剛有發現好像大家的這個姿勢不多 其實他應該 這個姿勢啦齁,這個姿勢不多啦 那麼您也可以直接 如果您知道的那個其他姿勢的代碼也可以啦齁 比如說我這邊離開 因為有些姿勢它是屬於共享的齁 比如說您這邊進來之後 好,你看王老師的 好,你訂閱的,有的會顯示那個代碼在上面齁 那有的沒有產生 有的沒有產生,那您訂閱之後應該就可以加進來 那麼我們現在來這邊看齁 我這邊這裡有這些姿勢的,你看我們來增加活動 比如說我可能是第一次上課的 或者老師您要照 照什麼方式去做一個分類都沒有關係齁 那我這邊 好,那麼比如說我通常是用什麼 週次比較多啦 比如說第一週 哇,沒有 好吧,那我先暫時用英文的好了齁 OK 有沒有,那一樣按Hunter 你們,我們是不是就多一個 那麼多一個之後呢 這裡面是空的,空的 所以您可以從這個 有沒有,這裡有一支筆 按一下 你可以選擇你要從哪一個姿勢裡面去找你的所謂的教材進來 好,比如說我們剛剛有嘗試題 我就覺得嗯,這個可以先讓同學先玩一下 好,先玩兩個 好,那在最下面這邊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要加這些東西的 增加我課程的功夫器嘛 有沒有,這兩批 那麼排序您可以自己在這邊做調整 好,自己做調整 看哪一體要放上面或者要把它刪掉 那麼加完一個你可以再選 比如說這次上課我可能還會再找到這個 這個像我們待會兒會講 介紹一個那個 抓螢幕的啊 對不對 還有像這個螢幕錄影的我還沒放上去 像這個我們待會兒會介紹一下 剪貼部的加強的 好,我就介紹這兩個 有沒有發現 東西整理多了之後 老師上課 不怕沒東西 只怕東西太多 不知道要上什麼好 兩個都是不知道上什麼好 但是 就是感覺是不一樣的 好,如果OK的 關掉 有沒有,你可以看到滑過來 是不是就四個 對不對 那不要忘記了喔 預設老師這個活動做好之後 有沒有發現是鎖住的 要記得打開學生才看得到喔 好,學生才看得到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 所以當他點進去做學習的時候 就照剛剛老師學的方式了 有沒有發現我們又回到原來的方式了 對不對 只是剛開始老師先做學生嘛 那現在你是什麼 當教師的角色 你必須要把這些教材自己安排好 那就可以照這個方式去做完成 好,那這樣老師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 那我是比較習慣用第一週第二週啦 當然 那老師可以試請請 如果你要 比如說以主題式的也可以 比如說您看我這邊 這個是用一二週的 好,我的活動 我就會像這樣第一週第二週第三週 會比較方便 因為教材可能 有些時候不見得只有講某一個 有時候也許我會介紹兩個或三個 好,所以我用這個方式去做這樣子 這樣OK 可以齁 好,那這個部分呢 老師就可以參考 參考看看 我們在吃渡... 我們吃上了 好,很困難 我們吃飽造